奉天成运,皇帝诏曰 为人很是客气,看着跪在地上的清语郡主连年恭喜 哼,我没跪,我只是蹲在裙子里 这皇上每次都赏赐很多东西,怎么就不知免了我的跪呢 恭喜福乐公主,贺喜福乐公主,咱家给您见礼了 这是公主给诸位喝茶的喜钱 在大喜的日子,公公可不许拒绝 当时就被喜公公两人不断地叮嘱,千万不要拿墙 对得云家人要客气礼貌 哼,公公便不要退去了 以后免不了,这打交道的时间还多着呢 那位公公先是看了一眼站着的三皇子,看他点头 才伸手接过了红色钱袋子 咱家就替一同钱来的兄弟们 谢过福乐公主了 整日里捧着那两本军书在帐篷里研究 小山和盛将军过来时,他都没有听见动静 你,你们两个人进来也不说一声 这是私闯帐篷 背书中所讲吸引的二人也不同他计较 一心看着里面的内容 老弟,你,这蜘蛛是哪儿来的 这么厉害的人物能不能来军中当军师啊 老哥呀,你再用力我可就废了 对对对对不住,对不住啊 我刚才太激动了,没空之处 还好我在家事业锻炼身体 今日换成平常书上,真的就嘎了 这是乖宝的师父,钱不久拿出来的 才让送信的送过来 我也是刚刚才开始试看 不得不说,这位神龙剑尾的师父 真的是厉害至极啊 何者是厉害 若是他本人有意皇位 任何异国的皇位都会属于他的 乖宝师父无心于此 不然也不会引入那荒无人烟的深山之中 做一个闲云野鹤的人沉浸于修道的心境中 这次许是怜悯百姓 不愿看到水越国的百姓流离失佐 才出手让人送来两本至宝 云三叔不必紧张 我说那句话本就是事实 并未有怀疑那位前辈的心思 叔都送到军营里来了 他的心思已经很清晰明了了 三皇子说得对 还好这位前辈是乖宝的师父 若是其他国家的人与我们为敌 才是最不乐观的事 哎呀 还是乖宝厉害 福气也好 我家夫人经日里来 喝着人参宝的汤 已经不可了 脸色明显红润了许多呀 也不需要整日里在床上躺着蜜蜂 天气好的时候 还能在院子里走上一会儿 以后乖宝就是我老圣家的亲闺女 我去避免你 说我们开始的 股心闺女 没事 老圣家 你的ений 好 我